我家不能回来 为什么老 老家不能回 就是我老公吧 把我的钥匙 什么东西都拒了 我进不了家门了 别人都说中年危机 一到了中年婚姻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陈丽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被丈夫从家里赶出来了 陈丽觉得十分委屈 现在的她不能回家也不能看孩子 并且她的老公还四处散布谣言 说陈丽在外与人偷情 现在她不值 有家回不了 还成了别人口中的不守妇道的女人 我们随即和陈丽的老公冯丁联系 我们从她口中得知了不一样的真相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何事 陈丽之前是在工程打零工 她每个月工资不多 只有一千多 在她被冯丁赶出去以后 陈丽就一个人住在出租房 为什么平丁要把陈丽赶出去呢 难道陈丽真的在外面有别人了 陈丽和冯丁两个人 已经结婚了二十年 她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 冯丽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工作 但是去年冯丽的生意出现了问题 陈丽便决定出去打工 替冯丽分担 所以她才外出工作 没想到自己才出去了几个月 冯丽就怀疑她出轨 还把她赶出家门 说到这件事 陈丽就十分伤心 她说自己努力工作工资也不高 冯丽还不相信自己 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事 还被人这样怀疑 现在自己也被赶出来了 她没有多少钱 全部都已经拿来租房了 现在就连孩子都没有办法去看 她曾经想看孩子 没想到 孩子却说爸爸不准他们见面 陈丽说到这里痛哭不已 随后 我们决定去找冯丽谈一谈 希望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开始我们找到冯丽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拒绝的态度 经过我们的再三劝说 冯丽才走了出来 但是她却一直站在门口 不准陈丽进门 陈丽趁她不注意想要进去 却被她发现 然后拿出铁链把门锁了起来 为什么 平兵如此坚决地反对陈丽回家呢 冯丽为何像防贼一样地防着陈丽呢 难道平兵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陈丽难道真的在外面有人了 她难道真的背叛了这段婚姻 冯丽不想和陈丽有过多的交流 于是转身就要走 陈丽还是不停地解释着 她希望冯丽能够听她解释 但是冯丽这个时候却说 一吵架就去和别人睡 听到这话 我们不由地怀疑起来 后面我们决定 单独和冯丽问个清楚 冯丽对我们说她不会原谅陈丽 还说陈丽现在说的一切都是在狡辩 如果陈丽心里有这个家 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陈丽真的想回头 那必须先把家里所有的钱的去向都说清楚 冯丽的言语间满是怒气 难道他们之间是为了钱才有了矛盾吗 后面我们又追问 冯丽他们二十多年来的婚姻状况 冯丽说陈丽对她根本没有感情 只是爱钱 后面我们了解到冯丽其实一直都在关心存折上的钱 冯丽告诉我们她是跑车的 自己的钱全部都是交给陈丽保管 她非常的相信妻子 但是前段时间冯丽一提到存折上的钱 陈丽都搪塞过去一直都在隐瞒 冯丽还拿出了陈丽的另外一个手机 她打开里面的通话记录 里面记录着陈丽和另外一个男人的通话记录 并且他们还提到了钱的问题 并且就在冯丽发现了这些以后 陈丽就把存折藏起来了 冯丽说自己怕陈丽和那个男人 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走 所以才不准陈丽进家门 我们不由地对陈丽说的话又产生了怀疑 后面我们和陈丽沟通了很久 我们才得知她确实和那个男人关系很好 她现在的租房都是那个同事帮忙找的 她说他们之间只是同事关系 根本就没有别的 现在事情发展到现在 都是因为冯丽疑神疑鬼 她诉说着对丈夫的不满 责怪着丈夫对自己的冷漠 难道陈丽和男同事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清白的 陈丽的话可信吗 陈丽为了证明 自己和男同事之间是清白的 陈丽约男同事过来当面对峙 但是过了很久 男同事一直迟迟没有出现 陈丽突然慌乱不已 她不停地给男同事打电话 却没有办法打通 后面陈丽还告诉我们 她和男同事曾经被冯丽打了 她说当时她和冯丽正在聊天 没有做出什么遇鬼的行为 但是没想法冯丽一来 二话没说就开始动手 我们也觉得奇怪 难道平兵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只因为自己的疑心病重 所以就对他们大打出手吗 自始至终 我们也没有见到陈丽口中的男同事 电话一直打不通 但是为什么男同事会突然失约呢 我们随后来到冯丽家里 冯丽带我们走进房里 拿出自己找出来的新证据 这段时间以来 冯家一直都是大门紧锁 陈丽都没有办法进来 但是现在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一个多月以后 冯丽主动联系我们 说找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他让我们去他家里 冯丽说自己在床底下一柜顶上 找到了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有的不堪入目 难道陈丽一直都是在撒谎吗 后面我们拿着照片去问陈丽 陈丽看到这些照片依然在解释着 他说自己之所以拍这样的照片 是因为和男同事关系好 并不是有狗且知识才拍的 这个时候陈丽的弟弟 出来为姐姐说话 他说希望冯丽能让姐姐回家 没想到他们却发生了争吵 甚至大打出手 冯丽的头被打破了 鲜血直流 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之下 他才平复了心情 同意去医院检查 陈丽的弟弟也伤得不清进了医院 陈丽的弟弟是一家唯一的男子汉 现在他受伤进医院 家里一团糟 最后陈丽的爸爸妈妈 也知道了女儿的这些事 陈丽的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儿子身受重伤 心里非常难过 陈丽的父亲气得两手发抖 这两个老人都已年近半百 现在跟着孩子们伤心落泪 陈丽一直说自己不想离婚 除了这句话 他再也没有说过其他 陈家两位老人也不敢相信 自己的女儿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他们说只要女儿说自己没有做过 他们就相信 我们和陈家两老交谈许久 陈丽最终决定说出真相 原来冯兵所说的都是事实 那个男同事也是结过婚的 陈丽一说到这个男同事满脸的爱意 他说男同事过得也不幸福 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 他之所以出轨 就是因为冯兵从来都不关心自己 不尊重自己 他才会背叛家庭 过了几天陈丽约男同事出来说清楚 没想到男同事却不承认和陈丽的关系 还说自己只把陈丽当成了普通的同事 说完男同事转身就骑车离去了 陈丽也放下了 他还说二人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陈丽可能是听了男同事的话 心里受到了伤害吧 不知道他和冯兵的结果会如何 其实在婚姻中 我们都应该坚守底线 不应该做出背叛家庭的事情 伤害两家人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应该要互相包容 多一些沟通和理解 这样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今天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陈丽被赶出家门的事情 有何看法 希望大家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门